什么 拯救四大夹子主播 才只能救两个 那 反正不关我事 等等 说不定夹子里面有土豆呢 土豆 对呀 你见他平常说话 不就是这样 小飞跪来了 嘎了他算了 我要是这么说 但是我就知道你还是不远信 你这不是进来的吗 我这是进来 看土豆怎么嘎的 才不是想要救他 你就准硬吧你 我还不知道吗 你对土豆哥哥的关系 我也能比 小飞跪来了 起开 这是什么 金妮传送带 我知道了 白娜姐姐 这一关肯定是让你去传送带你 跳金妮太美 我跳金妮太美 你想屁一句 一个点赞跳一句 哎呀 可恶 妮妮 谁告诉你这关 需要在传送带跳金妮太美了 我差一点 你真是纯事不足 白事有余 现在我可怎么上去啊 放心 我知道 这个地图有神器 只要你说夹子说一句 小飞过来喽 就能传送到起点 什么 我看你是痴心妄想 我白娜就算是上不去 一辈子在这转圈圈 我也不可能变夹子 小飞过来喽 嘿 这就是被生活打压的模样 只此一次 下不为力 这一回我直接冲过去 才不要听你的跳什么舞 下面这是 原来这才是金妮太美传送带 呵呵 妮妮 怎么办 我停不下来了 娜娜姐姐 只要你再说一次夹子 你冲冲我 我就想办法帮你上去 再学一次夹子 我看你是奇人太 哎呀 这个山线好高呀 我上不去 哎 我怎么还没上去呢 妮妮 你是不是又骗我 我没有骗你 你招快想看鼠不都可以上去呢吗 招快想 那你让我学什么夹子呀 哎呀 虽然你自己没想到呢 你 可恶的妮妮 你信不信下一次 我要把你变成夹子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谁先变成夹子吧 下面这有关是桌上椅子 赶紧住吧 哎呀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难不说是这椅子 哎呀 哎呀 这个椅子 烫屁股 这个椅子 烫屁股 这也太恐怖了吧 嘿嘿 妮妮姐姐 只要你桌上这个椅子 就会发出奇怪的夹子印 你偷不住呢 哎呀 这个椅子烫屁股 可恶 我得意识英明啊 终于逃离逃蜜咕咕了 这是什么 穿过大风车跑步 嘿嘿 那下一关 本来就叫你个头部掉了 叫你说一只风车夹子印 就能跳过这个大风车关卡 不然的话 你就会 哎呀 嘿 我就说呢嘛 让你说个夹子印 有这么难吗 你 不乖乖听话 这下只能被吹呢嘛 开玩笑 我被吹是因为想要重生在复活点 我就是个大风车嘛 我肯定一下子就能过去 我就说嘛 我这跑酷技术可不是谁都能 哦哦 我捡到了一个小风车 早这样不就好呢 哼 下一关可是二段跳 之后我就不用学架子了吧 一个二段跳 是简单 我也相信你能过去 可是第二个可是三段跳 你还能过去吗 不就是个三段跳 我跳起来用背试脚 直接点重生点 然后再提取传送卷中 一样能上来 是吗 那接下来的四段跳呢 这可没有传送点 我再念一句小风车 还能跳关吗 不知道 要不你多念这句试试呗 哦哦 我捡到了一个小风车 还真上来了 这夹子可真好用 通关成功 有边有解药 我看看 这不是钥匙嘛 对了 那四个夹子主播到底是谁啊 奶茶 伍丁 辣条 汉堡 没有土豆花 那关我啥事啊 不对 这几个主播这么火 我要是不救的话 你们会喷我的吧 不行不行 要不先救你们最喜欢的汉堡 不是吧 这时候都能放错钥匙 吓我一跳 你们可看好了 这是钥匙的问题 主播救不出来 可不关我的事啊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